金门县政府建制金门行动旅服系统正式上线 这一套全国首创的行动旅服系统 旅客免费下载 可以透过手机或导览机 取得当下热门的活动 也可以让游客感受更好的旅游体验 我们有时候常讲双面人不好 不过今天我想用双面人来形容 我们今天这个友善智慧系统的启用 其实我们一个面向 就是希望我们把旅客引到金门 然后给我们旅客一个友善的环境 就是可及性要高便利性要高 今天我们做到了 因为一个旅客到我们一个新的地方来 他首先看到的是我要住哪里 那我的交通应该怎么处理 我要吃什么东西 我要玩哪里 要赏什么活动 要参与什么活动 要买什么办所理 我想我们今天透过这个PWA系统的启用 可以满足到我们旅客的需求 所以我刚讲可及性跟便利性相当的高 这是全国的第一个创级 那另外一个变相 我们希望借由旅客进来 能够把我们商家的商品卖出去 让我们的县民有利可图 所以说是我们今天做出来的 希望能够图利我们的县民 那我们今天刚刚各位也看到了 住宿业者 租车业者 伴手礼业者等等都来参与这个活动 我想我刚刚一开始讲 今天很多新面孔 就是我们年轻一辈 那这个年轻朋友 对这套系统很有感兴趣 而且会加入 那未来金门县政府会 除了目前系统以外 我们会辅导商家 美化他的业变 然后推荐他的产品 然后每一年将这个系统 除了维护营印以外 还会做扩充 我们希望借着大家相辅相成 业者的参与 政府的推动 让我们的观光做得更好 金门行动旅服 整个系统是全国第一套 使用网路技术开发建制 使用者不需要下载软体 就可以享受APP一样的顺畅体验 也提供中日英韩四种语言服务 希望国际旅客进出使用系统时 能够对金门有更亲切的感觉 把金门行销出去 个人觉得说他会方便我们所有到金门来旅游的 可以快速的去了解说我们金门的特色到底有哪一些 包含交通住宿旅游 还有一些私房景点完美的一个拍照的一个部分 都可以整合在这个系统里面 个人觉得是还不错的 如果说在事前已经有先做规划 但是如果说还规划不足的话 个人觉得这个一站式的服务系统的话 是还蛮all in one的 就是说可以补足一些 我们可能在网路上 可能Google不到的 然后还有一些评论上面 我们查询不到的 这个一站式服务的部分 我们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程规划的问题 而另外在机场码头公车站装设导览机 游客只要扫描导览页面上的QR Code 相关的资讯就可以很方便的带着走 提供多元曝光管道 逐步建构金门观光的共融圈